消失多日的他浮出了水面 感觉像人的尸体飘在这个车里 实际上可能做过龙胸手术 他究竟在何时遭遇了不测 我们连续不上的时候有点发愁 褪色在大概在一周左右 又是谁隐藏了他的踪迹 拿了箱子把指令车下去 不过查询发现他名下有一辆车 一个特殊的编码揭开真相 详情请收看东方110 今年4月25日中午12点 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报警人在航堂公路靠近南凤公路的河道里 看到疑似尸体 接到处警指令之后 凤贤公安分局凤城派出所的民警 立即赶赴现场 这里就是报警人报警时所说的航堂公路靠近南凤公路的桥边 民警赶到现场时 报警人佟先生立即迎了上来 佟先生说他和朋友原本是到这来钓鱼的 当时他们看到河里飘着什么东西 于是将他摸弄到了岸边 查看并确定这是人之后 佟先生拨打了报警电话 民警第一时间对这个现场进行了保护 不一会儿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和凤贤公安分局的侦察员和法医也赶到了这里 经过法医初步检验 死者是一名女性 身高在一米五左右 她的面部已经无法辨别 但可以确定的是她的年龄在三十岁左右 因为她在血里面肋软骨推断年龄 其实是我们803法医的一个强项 死者体表有创伤痕迹 法医推断她生前遭遇过外力恶警 死者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物品 对于这类型的案件 法医需要推断出她的死亡时间 并由侦察员据此 在失踪人员中展开排查来明确死者的身份 应该在水里沉了一段时间 水草都长得满河了 综合了四月的气温水温 再结合尸体的腐败情况 法医推断出了死者的大致死亡时间 死亡的时间的话 那么我们推测在大概在一周左右 根据法医的初步鉴定结论 侦察员立即在相关信息库中 对全市范围内 符合条件的女性进行全面排查 正常来说 如果是本市的常住人口 这一个人突然没有了 那肯定家属会报警 那么没有这方面的报警 死者身份一时间还无法确定 此时法医的检验工作又取得了进展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成就性的疤痕 这个疤痕分别位于左右两侧腋下 然后疤痕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疤痕 这个其实是引流口 死者可能做过龙胸手术 对于法医来说 卫医线的侦察员尽可能提供 详实精确的检验结果 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 法医提供的检验越精细 侦察员工作就越有针对性 在硅胶甲体周围 假如是个时间比较长了 然后这个脂肪软组织 它会愈合 它就没有 这就表明这个甲体 它植入的时间不是很长 也就是一两个月左右 除了确定被害人在近两个月里 刚做过龙胸手术之外 法医还在这副硅胶材质的甲体上 发现了一串特殊的编码 它从开始生产到最后被植入 在整个世界就是唯一一个编号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甲体的 这个上面的编号和这个公司的标志 来倒查 就能找到这个人的身份 经过调查 侦察员了解到 这款甲体在国内市场比较热销 售价在两万元左右 进一步查询了植入者的病例信息之后 警方确定了 死者是29岁的王力 查证到了在杭州的一家诊心医院里 有被害人龙胸手术的这个记录的情况 被害人做这个龙胸手术 就是在案发前没有多少时间 除了手术在杭州做的 侦察员还了解到 王力日常的生活圈也在杭州 我们才知道这个人是常住于杭州 那么在上海呢 也没有任何的生活轨迹 那么所以说呢 在我们前期的排查框当中呢 并没有这个人 那么王力的尸体怎么会出现在上海呢 为了弄清楚真相 一路侦察员立即赶赴杭州展开调查工作 在我们到杭州复养以后 在复养警方的大力配合下 我们在到达被害人暂住地后 发现被害人的姐姐 以及她的男友就在房间里面 经过询问 王力的姐姐王美说 因为一段时间联系不上妹妹 她和男友才专程从外地赶了过来 据了解 王力和姐姐王美出生在贵州山区 长大后 姐妹俩都到浙江杭州发展 今年4月11日 姐姐王美因为要和男友筹办婚礼 所以回了老家 而王力则留在杭州 并且做了龙胸手术 按照姐姐的说法 几乎每天王力都会打电话回老家 跟母亲唠唠家常 但从4月19日这天开始 她就失去了音讯 王美告诉侦察员 因为刚动完手术需要休养 因此王力辞去了工作 所以他们第一反应 王力是趁这个机会出去度假了 我们联系不上的时候 我妈妈就是有点发愁 她就说会不会就是出去玩什么那种 因为有的时候她也会不接 但是她不接之后只要我们打过去 她都不打回过来的 反常的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 王美和母亲不管怎么给王力打电话 发视频 还是发信息 都没有了任何回应 大概有三天这样 然后我妈妈就说 那这样不行 你们就是我了 我老公跟我 所以你们两个上去 看一下她在不在 我在你们再报警 然后差不多五天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上来了 然后是4月25号到上面这里 也就是说 王美和男友是在侦察员赶到前不久 才到的杭州 尽管王力的赞助地 看上去非常整洁 但是凭借对王力的了解 王美还是察觉到了异样 发展品必须在 不管去到哪都要带 出去玩几天 三四天也好 去上班也好 但是发展品一定会带的 这是美容带的 才要是放到你 从王力留在 赞助地的物品来看 她没有要出远门的打算 而王美也证实了 妹妹从来没有去过上海 也没有听说 她在上海有什么朋友 不过询问中 王美向侦察员提到 单身的王力 至少与两名男性有交往 为养的妈妈 可能她看到我妹妹上班 就是自己有车 有一点钱 那种工资 她也做美容的嘛 有可能她是 心里想着她的钱 而王美听王力说过 另外一名男子是有负之福 但是 王美不清楚对方的身份 根据王美提供的线索 母亲最后一次 与王力打电话 是4月18日上午10点58分 王力说自己在赞助地 于是侦察员调取了这个时间段 王力所住小区的监控画面 发现就是杭州那个死者居住的小区 监控条件不是很好 小区内的监控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而调越了小区外围路面的监控之后 侦察员终于发现了王力最后的身影 就看到了她在当天上午11点左右 就是出小区买了点东西 然后再回到小区 回到小区的时间呢 大概在11点半左右 之后呢 她再也没有出过这小区 就是可以就是确定 她在当日的11点半以后 这个存在这个遇害的可能性 那么凶手是谁 他是怎么将王力带出小区的呢 那么我们可以推断 就是说她肯定是有交通工具 对此 侦察员走访了小区保安 重点调查王力遇害前后这段时间里 进出过小区的可疑车辆 进行了一个全部的溯源排查 重点排查呢 这段时间有没有车辆到达过上海 在王力遇害的时间段 被列入调查范围的有7辆车 同时侦察员也对那些携带拉杆箱 旅行带以及周转箱等有可能藏尸 并且步行离开小区的人员进行排查 然后锁定了4名可疑人员 这个被害人体型是比较小的 基本上是这个体积是与被害人的体型是相符的 视频中这名肩上扛着东西走出小区的男子 就是侦察员排查的4名嫌疑人之一 从案发地走出来 他肩上扛着一个比较大的白色的包裹 他沿着马路笔直往前走 对于7名驾驶员以及4名步行离开小区的人员 侦察员需要进一步核查 而在此期间警方调查后确定 与王立交往密切的那两名男子 这段时间里都没有去过王立的小区 因此侦察员初步排除他们作案的嫌疑 与此同时判断抛尸位置 从而寻找线索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在上海发现尸体的河道 是凤贤区境内的一条运河 呈东西走向 沿途遍布着许多支流 每天过往的船只有近百艘 水域环境非常复杂 那么警方该如何确定大致的抛尸位置 为案件的侦破提供支撑呢 一般的说尸体下去了以后 打个本子跳到这个位置了以后 不是说肯定是在这个位置里面原地浮起来的 它是一定是跟着这个水流的流向 往下游飘一段时间以后再浮上来的 原来尸体被人抛入河道中 一开始会沉入水底 随着尸体腐败而产生气体 会逐渐上浮 同时 由于水流的作用 尸体会在水下 以悬浮状态跟着水流方向移动 直到最终浮出水面 所以说 抛尸地点应该在他处 结合水流 温度 潮汐 甚至河床 地貌等 经过科学的研判 警方认为 尸体从上游顺流而下的可能性更大 那么 凶手究竟是在上游的哪个位置抛尸的呢 浦南运河和金汇港的这个水域 下面的水系比较发达 水流比较复杂 所以我们根据法律的判断和我们以往的经验来判断 应该就是在这十公里左右的这个范围里面 最终 警方将抛尸位置 矿定在了金汇港 与浦南运河交叉口 到发现尸体的位置 这十公里的范围内 这个距离看似不远 但对于沿途监控的排查来说 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在水面的监控呢 确实条件不是太好 而且它的这个可视的范围比较小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监控的范围扩大 包括调取这个沿途的道路上面的监控 都进行全面的一个溯源查看 一方面 侦察员紧盯着水面上的异常情况 另一方面 他们也要排查每一个走过岸边 或驻足桥面的刻意人员 跨度比较长 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 第二个呢 过往的车辆比较多 第三个呢 就是来回 就是过往的人员 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排查起来 时间呢 比较长 经过逐一排查比对 四月十八日深夜十点半 一名骑电瓶车 经过沿前公路桥的男子 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那么监控呢 只能看到他下了桥 持着电瓶车 拿了箱子 把持着电瓶车下去 但是至于他下去以后 做了什么呢 就是监控上面是能看到 十八分钟之后 这名男子骑车 从桥下出来 然后在桥上 转了一个圈之后离开 在骑过颠簸的路段时 他后座的那个行李箱 有上下开合的动作 也就是说 行李箱开着 再来看一遍 他来的时候的路向 当经过同一段 颠簸路段时 行李箱没有上下浮动 很显然 这个时候 行李箱是关上的 这一系列疑点 在这名男子身上 暴露了出来 我们通过查询 发现他名下有一辆车 发现他四月十八号 当天早上九点钟左右 的确开了他名下的 一辆白色的别克车 从我们上海奋贤出发 到了杭州复养 那么后面呢 大概在晚上九点钟左右 重新从杭州回到了奋贤 进一步调查之后 侦察员发现 四月十八日当天 这辆车曾经在一条 距离王立小区 三百米远的马路上 停留过了几小时 而车主袁某下车后 确实走进了王立的小区 就是这个可一男子呢 他背着一个人形物 偷偷地从那个被害人住处 就往外走 一直走到他停车的地方 把那个人形物 放进了那个车里 原来这个袁某 正是警方调查名单中 那名肩上扛着包裹 走出小区的嫌疑男子 去复养的时候呢 车上只有一个人 另外呢 车的副驾驶后排呢 都是空的 没有东西的 但是回来的时候呢 他的车后排 有一个白色的包裹物 是多了这么一个东西 由此警方推断 袁某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侦察员掌握到 袁某在凤贤区青村镇 承包了蔬菜大棚养殖蘑菇 于是4月26日凌晨一点 对于他的抓捕行动 立即展开 对他进行这个 守候伏击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离开了 这个蘑菇盆 所以后来呢 我们又在周边 进行了个布控 侦察员还了解到 每天凌晨的这个时候 袁某都会去批发市场 给买家送货 因此他应该是在去的路上了 发现他基本上 每天晚上凌晨一点 都会到我们分城镇的 一个海滩市场 另外一部分人呢 是提前到了海滩市场 进行一个伏击 凌晨1点26分 当袁某出现在市场大门口时 警方当场将他控制住 此时车上的袁某 已经明白了警方的来意 长叹了一口气后 他终于开口了 轻松多了 轻松多了 现在心里到底轻松多了 不用提心吊胆了 对吧 到案后 犯罪嫌疑人袁某彻底交代了 他在杭州将王力杀害 并抛尸在上海奉贤地区 河里的全部犯罪事实 原来来上海承包蔬菜大棚之前 袁某也在杭州工作过 在一次工作中 他结识了王力 并留下了联系方式 也正是这一举动 成为了这场悲剧的导火索 犯罪嫌疑人袁某和妻子 是外地来户人员 按照袁某的说法 加了微信之后 他时不时会给王力发信息聊天 他和那个就是被害人呐 联系的还是非常的频繁 特别是在案发前 4月17日 也就是王力遇害的前一天 袁某的妻子因为老家有事 要离开上海几天 于是袁某又主动联系王力 表达要去找他 并得到了王力的同意 按照袁某的说法 4月18日当天 他按照王力给的位置定位 导航到了杭州王力所在的小区 然后进入了家里 可是几个小时之后 他们却因为王力做了龙胸手术 发生了争执 确实我们在那个抓获犯罪嫌疑人以后 也在他的双手的就是他交代了相同的部位 发现了大量的抓伤的痕迹 在那一刻 袁某失去了理智 残忍地杀害了王力 冷静下来之后 袁某才意识到事态严重 然后他把尸体包裹起来 并连夜开车回到了上海的赞住地 他认为就算上海警方找到 但是也未必能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谁 是不是在杭州的 那对他也来说也是一个安全的 为了制造出王力自己外出了的假象 袁某还将王力的手机带出了出租屋 在返回上海的途中将手机丢弃 自作聪明的袁某以为他已经处理妥当 在妻子回到上海之后 他也表现得跟没事一样 直到4月25日这天 袁某外出时看到航塘公路 靠近南凤公路的那座桥上 停了好几辆警车 才意识到东窗事发了 目前犯罪嫌疑人袁某 因涉嫌故意杀人罪 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